有著中國最賺錢財經作家自稱的吳曉波 日前發表《我們這事怎麼了》 文章開篇就說 一位文革時代出生經歷改革開放時期的創業主馬某 蒙生離開中國的念頭 《我們這事怎麼了》 吳曉波在文中至少提問了八次 做互聯網的人畏懼了 做實業的人退縮了 做投資的人遲疑了 在進行創作的人迷惘了 很多人都在問《我們這事怎麼了》 有問製造業前途的 有問服務業未來的 有問股市和樓市的 有問疫情和公共治理的 問題在冷雨中飄蕩 好像一個突然失去了家園的孤兒 他說這些促成中國改革開放 經濟成長的數以千計企業家群體 和數億個中產階層 目前面臨著社會榮譽感被剝奪 創新創業熱情消失 中國商界曾經的那股精氣神似乎都不見了 吳曉波是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他擁有超過474萬5千粉絲的個人微博帳號 從本月初起直至今日顯示 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 個用戶目前處於禁言狀態 其公眾號無法被搜索 他經營的財經吳曉波頻道 疑似因為違規暫停更新 吳曉波不是第一個發聲並被禁言的學者 在他之前被指是習近平經濟國師之一的學者鄭永年 上週發文針對中國經濟提出七大問題十大建議 觸及中共經濟治理閉端 指風險可能連環式爆發 全民遭封殺 今年一月有357萬3千粉絲的知名經濟學家 大威任澤廷發言 呼籲多印2萬億元鼓勵人生小孩 其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同時被禁言 此外被禁言的還有賈匡 梁彥璋、管清友、馬光遠和私募大佬彈斌 中國交通銀行首席策略師洪浩等 在吳曉波的文章中 他比較了美中兩國科創發展 看到美國去年新增130多家獨國售公司 而中國只新增了三家 並分析了中國科技和網絡公司兩年來的市值變化 反映44家中國科網上市公司的市值總和 比不過美國蘋果一家 雷美中國時事評論員陳破空對自由亞洲說 目前生產鏈轉出 失業率加劇、就業率不濟、地方財政足勤見找 每個省的財政下滑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有些地方是百分之四十 李克強都坦誠國父已經空了 連御用學者九大國師第一的林毅夫都指出中國經濟有問題 陳破空說 這個暴露出中國經濟災難遠超乎外界想像 Hung KongHung KongHu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Hu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 中文字幕 李宗盛